小云怎么带哭枪啊 别开门 你们忘了村里的规矩了 晚上不能开门迎客 老话常常讲 假如有人在凌晨十二点敲门 千万不能开 但婷婷偏偏不信邪 于是她不听父亲的劝阻 静止地走上前去 想要打开房门 可就在木门将要打开时 父亲还是出手拦下了她 不要开门 怎么办 你们开 我还不开门啊 小云在脱口 怎么可都拍到门本的村上 父亲说完后 妻女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她们认识的小云 只有一米多高 但此时门外的窍门声 却是从五米高的地方传出的 然而就在三人疑惑之时 母亲抬头间竟发现 院墙上有一个红衣小女孩 竟诡异地伸出了脑袋 一家三口 被这惊悚的一幕吓坏了 惊慌之下 她们赶忙转身回到了屋内 并牢牢地锁上了房门 爸 那是什么东西啊 眼看着房门即将被脏东西撞开 父亲健壮 赶忙让妻子和女儿从后门逃走 逼让他们去村长的老宅躲一躲 随后婷婷按照父亲的叮嘱 来到了村长的家里 但由于过度紧张 在慌忙逃跑时 她和父母不小心跑散了 村长听闻后安慰婷婷不要害怕 随后她命令自己的儿子阿伟 出门去寻找一下婷婷的父母 为了防止阿伟出门后遇到脏东西 村长还拿出了一小罐糯米 让她仿身 并不断地叮嘱她 你出去后 一定不要回头看 嗯 好 就这样阿伟独自以人上了路 但就在她路过一片树林时 阿伟突然听到身后 传来了一阵女人的哭啼声 然而此刻好奇的阿伟 早就将村长父亲的话 忘得一干二净 于是她缓缓地回头看去 果然她发现 在自己的身后 静赫然站着一个红衣女子 阿伟背着一幕吓坏了 于是害怕的她 赶忙拼命地朝着树林伸出跑去 可她跑了许久 那个恐怖的红衣女子 还是阴魂不散地追了上来 慌乱之下 阿伟不慎摔倒在地 眼看着红衣女子 缓缓地朝她袭来 紧要关头 阿伟赶忙掏出了怀中的糯米 然后静止地朝着红衣女子破去 果然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 刚刚的那个红衣女子 早已不见了踪影 随后她起身间 恰巧在这里 遇到了婷婷走散的父母 于是阿伟赶忙带着两人离开了这里 但宁几人弯弯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家中的婷婷也开始变得诡异起来 她不仅变得沉默不语 就连指甲也全部变成了黑色 接着她还对着阿伟的女友 露出了一抹诡异的微笑 我去个洗手间 随后阿伟的女友 赶忙起身躲到了洗手间 并牢牢地锁上了房门 此时她原本以为自己安全了 但当她透过门风向外看去时 竟看到婷婷像似多了心智一样 缓缓地朝她飘来 然而就在这危急之时 恰巧阿伟拖着婷婷的父母回到了屋里 女友健壮 赶忙将婷婷出现的一场告知给了阿伟 可阿伟听后 认为女友定是看错了 于是便安慰着她回到了屋中休息 可到了深夜 女友突然变得心神不宁 更是噩梦连连 原来两人万万没有想到 在她们的中间竟出现了一个红衣女子